他是1.1亿年前的淡水王者 是吞食恐龙的史前巨怪 今天我们就来认识一下这个猎食恐龙的高手 蒂鳄 蒂鳄又名蒂王鳄 最长的体型约13米 是现代鳄鱼的5倍 强大凶残 头骨长约2米 超级大嘴 嘴中布满了锋利的牙齿 其牙齿厚实成圆锥形 能够轻松穿透猎物的皮 重达9吨的身体 体重相当于两头大象 使它可以杀死一只约4吨重的恐龙 为了维持巨大的胃口 科学家认为 这家伙能一切吃掉四匹马 虽然蒂鳄没有强有力的前肢 但巨大的下鳄可以帮助它制服大型猎物 只要合上嘴 就能刺穿大约十几厘米厚的骨头 这种下鳄压力不是被捕者能承受的 科学家根据现代的澳洲观鳄 能制造出一吨的咬合力 推测蒂鳄的牙齿具有重达8吨的咬合力 要知道 一般人的咬合力才60多公斤 而且这货的咬合力比霸王龙还大 于是科学家为了弄清 这种毁灭性的力量究竟有多大 他们利用汽车粉碎机 模拟蒂鳄的牙齿 而这辆车将作为它的猎物恐龙 当代表着蒂鳄下鳄汽车粉碎机 以8吨的力下压汽车时 几秒间被压扁 以着重力对汽车产生的这样的效果 那想象下它对恐龙造成的伤害可想而知 蒂鳄具有强大的下鳄 可以把发现的猎物咬死 但是问题来了 如此庞大的体型 它是如何捕食的呢 科学家认为解开蒂鳄之谜不难 它们从现存的鳄鱼入手 在澳洲有一种鳄鱼是站立行走 将身体抬高 避开崎岖不平的地面 但是有必要的话 它们可以撒花似的往前跑 所以通过现代鳄鱼的前进方式 不难窥出 蒂鳄的速度和敏捷身手不仅如此 科学家在观察蒂鳄的头部和颈部的时候 发现这些仿佛是为了撕碎和吞噬力物而设计 除了三组超大全尺 还有披上盔甲的鼻子 用来加速的飙风引擎 就是强有力的尾巴 能够在短距离内以4秒的速度向前前进 尾巴甚至可以把地鳄推向空中捕捉猎物 让所有的动物望尘莫及 因此必须利用自身的重量来撕裂猎物 便会进行爱的魔力转圈圈 不不不 是死亡翻滚啊 每滚一圈 对猎物的肉的扭曲力就会增加 死亡翻滚能产生4至5吨的力 这样的威力足以把猎物恐龙成为腹中餐啊 于是在远古时代经常会有这样的场景 当一只幽龙误入泥坑 地鳄在水中游异而来 只有圆短丑陋的鼻子和龙体的眼睛泄露他的行踪 这个杀手悄悄爬上岸 为幽龙的人生画上句号 就连恐龙妈妈都爱莫能助啊 但即使是最惊人的生物 从前猎食恐龙的高手 面对天灾依然束手无策 在聚集6500万年前地鳄消失了 科学家推测它的消失可能与恐龙的灭绝 还有行星撞击引发板块运动有关 前者导致地鳄失去了食物来源 后者造成了部分前海的消失 使得地鳄失去了赖与生存的环境 这种鳄中巨兽最终还是推出了远古巨兽的舞台 于是不禁感叹 一年之前地鳄出 淡水亡者水中柱 死亡之五猎恐龙 长嘴巨魔 非他属 关注大魔王 小弟不才 愿带你越变远古洪荒 一览史前岁月万物长